好啦 鄉親啊 繼續來看這件也是恐怖 這個鐵機路頂 竟然有一趟 雅宿湯 這是在東南到走上期間 載去的早上五點四十一分 一台遲供好的火車 不知道去撞到什麼 四季完全停車來找看 怕是喔 竟然是一趟 洗湯的雅宿湯 火車這樣一個撞 第十二車的車收 水共破棄 沒辦法繼續塞 代替貨金派 鞠鞠車來接送李克 總共是影響到七班的火車 英國一百五十一分 有八百四十的李克受到影響 不過這個雅宿湯 怎麼會地理的鐵機路頂 雅宿湯的老闆說 他們沉甸這個縮目並不減少 懷疑是其他的業者 買雅宿湯 在債務的過程當中 百五十四十個路 進去給田家樓下去 京鳳現在互動全力在追車 如果找到手术 台鐵也要叫他們爬 台鐵的鐵機路頂 有一趟四趟的家宿 又有但沒辦法變形了 因為這趟家宿 讓火車撞過 我想說一定有問題 怎麼會停那麼久 怎麼會有瓦斯桶撞到那邊去 台鐵自京城 才去五點四十一分 塞到柳南行町的路 拖到東西 市區完聽車之後 路車一看 發現是一趟家屬 這個農地處11車的水槓破棄 不能再塞了 待會第一時間 趕緊加派出車來接車的人客 另外就趕緊報警去處理 自共好去拖到家屬湯 一向到七列廚 中油區潛到一百五十一分鐘 受影響人求八百四十個 是說家屬湯怎麼落地鐵機路 他才有家屬湯臉上電話找到家屬行 家屬行老闆說他們點過所量都不減 那是其他的業者買到阿蘇燙後 在知道的過程當中不洗二落去的 還是其他的原因他不知道 警方正在調查要找出這個人 人如果找出來 代替要求背上 家屬就像造成水槓破棄而已 沒有發現重大意願